TWICE于6日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 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Ready to be 这个场地是美国巨大的体育场 可容纳最多8万名观众 蒙奇尔迅速受庆 粉丝拍摄的影线中 观众席上坐满了粉丝 引起了韩国网友的惊叹 TWICE成员SANA被英国高级珠宝品牌选为日本大使 TWICE和TOW Records的首次合作咖啡店将于8月1日开幕 将推出9种成员的代表色冰淇淋 去年夏天 TWICE与JYP续约成功度过了所谓的七年魔咒 并继续进行团体活动 续约后 成员们的个人活动也更加活跃